陰陰真是美豬議題 我們農民有幾個訴求 一個是我們要能夠落實的豬肉 不管是生鮮、冷凍、冷藏的餐廳標誌 再去區分成國產肉、進口肉 進口肉的話 我們還要再去區分說是美國、歐洲等地 我們也要另外一個是追蹤系統 我們不能只有一個豬管機關去管控 我們要能夠由全民去做監視 甚至是落實實民是能夠讓豬肉有清楚的留下 讓民眾能夠有一個健康的打官 進行因為美豬的開放議題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清楚的標示 然後與檢驗 讓消費者能夠買得安心跟放心 另外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清楚的標示出 國產豬與進口豬肉的差別 讓消費者能夠吃得更安全 美豬瘦肉精的開放 我相信很多養豬同業豬籠 對這個議題非常的關注 我相信很多豬籠都還沒有做好準備 也還沒有辦法去面臨這個瘦肉精開放的衝擊 當然台灣好吃的豬肉 是外國豬肉無法比擬的 但是我相信也要 也要期許政府能夠做好我們的瘦肉精 美豬的標示 也確保我們豬籠所有的權力 不至於讓牠的利益有所損害 我相信台灣好吃的豬肉 一定可以做出台灣最棒的料理 這是議題我覺得 應該讓消費者沒有疑慮 然後吃到台灣的豬肉 然後台灣的豬籠可以在這個產業賺錢 我覺得這是雙贏的結果 是希望政府可以做到 不管在冷凍肉、冷藏肉、加工肉 只要有用到國外的豬肉可以做到 清楚的產地來源標示 這樣才可以讓消費者安心吃到 他們想要吃的台灣好吃的豬肉 吃不吃美豬是一種選擇 唯有食材的透明化能夠溯源 以及那一些攤商還有散裝 能夠明確的標示 這些都需要政府的豬道 才能夠完成和實現 消費者才能夠真正享有選擇的權利 台灣有很多認真的豬農 可是在生產的同時也面臨了動保 環保 以及國內外疫情等等的壓力 我們需要政府更有規劃性 以及更有效率的政策 來復到產業升級 才能夠使更多的人喜歡台灣豬肉 如果你也認同這樣的理念 請繼續用保護性的消費 來支持台灣豬肉吧 非常感謝所有的台灣養豬青農 在面對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時刻 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建議 讓整個台灣豬的養豬的競爭力提升 那我這邊特別補充兩點說明 第一個完全同意我們所有的青農 朋友們的建議 絕對要落實所有的進口豬肉跟國產豬的 以及其加工品的產地來源或標示 這個強制標示應該包括包裝食品 散裝食品或強制標示 當然要包括在任何餐廳便當夜 自助餐甚至民眾所接受到的這些麵攤 夜市等都全部要強制標示 那融為這邊 絕對會跟衛福部全力的來執行 第二個建議更重要了 這個建議就是要讓所有的進口豬肉 跟國產豬的整個從供給到需求的通路 都要有完整的追蹤 以進口的豬肉為例 任何進口的豬肉進來之後 要做整個流向的管控 那我想衛福部跟融為會 會全力的來做這個追蹤系統管控 還有一個叫做由下而上 我們現在要來推動我們的台灣豬的標章 我們要把各個餐廳 任何使用台灣豬的生鮮豬肉跟加工品 讓我們的業者還有我們的餐廳 主動標示本店使用台灣豬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台灣豬的標章 希望消費者可以多購買我們的台灣豬 那農委會這一邊呢 會有一個完整由下而上的一個收緣系統 我們也請國人來支持我們 所有的國產的續產品 用我們的新台幣一起下架台灣豬